这个很明显是,最近N年不会超过15年的中文网络不学无数的网民们捏造出来的东西,以前和中文世界以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把俄罗斯人称作为是战斗民族的,也许这是现代中文世界的电子游戏玩家发明出来的概念。 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一向都是打不赢波兰人的,正常情况下总是几千个波兰人打几万个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从欧洲标准,包括波兰人看来,是以不计损伤的巨大成本和吃苦耐劳或者是没有人权的大量农民士兵而组成的。 跟包括波兰贵族骑士和欧洲封建骑士那种极少数的贵族精英战士,损失一个骑士都要视为是重大损失,损失一个决业就要出巨了赎金去赎费的作风相差甚远,具有明显的亚洲蛮夷特征。 但要不是战斗力显然是典型的温泉观精神,就是欧洲人一向都能以草甚多的,如果被奥斯曼人或其他人打败了,那肯定是对方拥有几十万人对几千人这样的优势兵力。